之前我讲了sinα的平方加cosα的平方等于1 tangetα等于sinα比上cosα 这个视频咱就用这两个公式来进行三角横等式的证明 比如要证明sinα的平方加sinβ的平方 减去sinα的平方乘sinβ的平方 再加上cosα的平方乘cosβ的平方等于1 要在正呢 看看等号左边好复杂的样子 仔细瞧瞧它俩都有sinα的平方 那试试提取公式 sinα的平方提取出来 括号里就是1-sinβ的平方 这样就提取好了 接着看括号里 1-sinβ的平方就等于cosβ的平方 你看算式就变短了一点 接着继续观察 它俩都有cosβ的平方 把它提取出来 括号里就是sinα的平方加cosα的平方 剩下的不变 看括号 它俩相加不就得1吗 所以就变成了cosβ的平方加sinβ的平方 结果就是1 这样就证明出来了 像这样 遇到都是sin的平方和cos的平方的算式 关键就是利用sinα的平方加cosα的平方等于1 同样的sinβ的平方加cosβ的平方也等于1 如果算式看起来比较复杂 你就需要整理一下算式 比如试试提取公式 刚才的题目里只有sin和cos 有时候还会出现tanγα 比如要证明2sinαcosα等于2tanγα比上1加tanγα的平方 该在这呢 看等号右边都是tanγα 也得变成sin和cos的才行 这就得靠tanγα等于sinα比上cosα了 把算式中的tanγα全用sinα比cosα带入 接着整理一下 上下可以同乘cosα的平方 分子上约掉一个cosα 也就是2sinαcosα 分母上把cosα的平方乘进去 这两个正好约掉 就得cosα的平方加sinα的平方 也就是1 所以结果就得2sinαcosα 这样就证明出来了 像这样题目中有tanγα 你可以转化成sinα比cosα来证明 好了 以上就是三角横等式的证明 如果算式中有sin的平方和cos的平方 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如果算式中有tanγα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公式 转化成正线和余线来化解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就速速刷题去吧